其实在APO领域,MD早已是轻车熟路了 而目前发布的R7-6800H就凭借着6800M核显的低功耗高性能深受玩家们喜爱 然而现在来看,MD还将进一步推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锐龙7000APO Fenix 而其的核显性能将有望超过RX6500XT独显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以目前的策略来看,MD其实是尤为重视APO市场的 早先就在锐龙6000APO中将使用多年的Vega架构升级至了专为独显打造的RDN2架构 以此来获得GPU性能的巨幅提升 但在近日根据WC SafeTag的消息显示 MD还将持续发力以延续APO领域王者的传统优势 并会推出就有超强核显的锐龙7000APO 具体来看,锐龙7000APO的产品大号为Fenix 将采用台阶电5nm制程工艺 并基于全线的Zen4架构打造 最高规格为8核心16线程 L2G缓存为4M、L3G缓存为16M、TDP功耗为40W 当然这种升级也会把主板插槽更换为新一代的FP8插槽 这一在核显部分,锐龙7000APO将有望升级至RDNA3架构 当然不排除保持RDNA2架构的可能 但其的CEO计算单元将会来到24个 流处理器数量也会来到1536个 整体规格直接是比目前的RADEON680M核显翻了一杯 并且这样的堆料也已经干翻了 拥有16个CEO计算单元和10024个流处理器的RX6500XT 同时在性能方面 上一代核显RADEON680M的浮点运算能力就已经达到了3.68T浮点 而堆料更猛的锐龙7000APO 其的理论性能更是翻了一番 达到了6.75T浮点 这直接是超越了AMD自家RX6500XT的5.78T浮点 而再加上FSR2.0技术 其实际性能有望于10.29T浮点的游戏主机PS5持平 看来还真是超强核显就能干掉低能独显的态势 至于其他方面 锐龙7000APO还将支持DDR5和LP-DDR5内存 并有望引入目前的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 或者是5800X3D所采用的3D杯Cache技术 至于发售时间 虽MD已经将Zen4处理器的发售日期提前到了今年年底 但是鉴于Fenix为Zen4价格的移动能量APO 所以预计最早将于2023年推出 笔记本用户还需要耐尽的等待 而正如Fenix这个代号一样 MD锐龙7000APO将像凤凰一样 终结低端显卡市场 重塑市场环境 毕竟不用花费额外价钱购买显卡 就可以流畅游玩本世代3A游戏 又谁会不愿意呢 所以这次还是请把AMD YES打在公民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件三零件 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